而且他听不懂没关系 他还要毁谤 因为毁谤我所讲的正法 众生是会堕落的 后来呢 佛陀呢又经过了无量的大菩萨 奇寝所以佛就开始讲 大方广佛华阴经 佛在定中 那时候说佛世界的人都看不到 印度人也不知道 就看到释迦牟尼佛坐在树下而已 可是他变成呢 毗卢遮纳佛 报生佛 然后为过去现在未来 讲二十一天大方广佛华阴经 所以我们讲经前 念的普贤行愿品 是佛成佛里面呢 第一次讲的大方广佛华阴经 最后佛陀也很慈悲 我过去是要发愿利益众生 可是众生却失去了 慈悲的本质 我应该开始为人间 开始说法 所以佛陀就站起来 从菩提加也 他自己一个人走 走向印度的瓦拉纳西 大概三四百公里 然后遇到吴比丘 在陆远院 开始为他讲经说法 佛才开始讲阿含经的 那佛特别讲到 众生失去慈悲的本质 请看下面一张 很可爱吧 一切众生都有慈悲的本质 你看右边一个女生 看到左边企鹅很可爱 对不对 小朋友假如旁边放一个眼镜舌的话 你一定吓死了 赶快把孩子先抱开 答案是什么 我们众生会分别 分别是 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不喜欢 这个对我有利 那个对我有害 所以为什么我们处理 蟑螂跟蚂蚁的方法呢 都是用负面的 答案因为我们觉得它脏 它会带来细菌 可是在轮回的过程里面 一切众生都有本质 慈悲的本质 你看 一切的众生都会相互照顾的 你看到吗 这张是我上网download的 两只猫看新加坡的张仪鸡场 很有趣啊 两只猫 不知道坐在哪里 我是不晓得了 但是我是网络的 你看 两只猫啊 它也会相互照顾啊 众生跟众生之间 都有慈悲的本质 就像我希望说 大家来学佛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照顾啊 对不对 没有一个众生是希望被受伤害的 众生都会相互的依赖与照顾啊 接下来 你若没有训练自己的心 佛陀说 心可以让你成佛 但心也会让你堕落为畜生 所以答案是什么 命是自己造成的 不要怨天尤人 写下来 你自己的命啊 是自己造成的 不要去怨天尤人 你觉得哎呀 我很苦啊 很苦啊 听说新加坡人也很喜欢看台湾的歌仔戏 寡语 或是连戏剧 对不对 我是不是没有看啊 我是听人家说的 因为我也没时间看 对不对 然后听说呢 像很多连续剧呢 对不对 女生骂得越泼辣 越腰掰 收视率越高 很奇怪 也很多人喜欢看啊 但问题是什么 很多人 中国人都喜欢了 都看 我的命很苦啊 命很苦 好像希望一直讲自己的命苦 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 跟慈悲 其实命苦是你造成的 写下来 好的是自己修来的 不好的也是自己糊涂造成的 不要去怨天尤人 你自己了解了因果 你才会从改变自己的心 慢慢去下手 比方说你觉得你没有福报 你看别人很有福报 都是住很有高级 高级住宅 但是你去观察人家行为 这个人很愿意布施啊 做challesty啊 帮助别人啊 帮助贫穷的人 不管他是不是佛教徒 举个例子 我最常举例 美国有很多歌星 慈善晚会 为全世界赠灾的时候 他唱一个晚会 一捐啊 好几百万美金啊 对不对 当然他有福报啊 那你看像台湾的 周杰伦 张慧妹 张小燕 都是住台湾 东边101的大楼那一区啊 那是他们修来的福报 他们都念念在种那个因 不管这个因是清净的或杂染 但是他们呢 起码会为贫穷的人 孤独的人 做很多的慈善一眼的晚会 可是呢 我发觉我们的佛教徒啊 有时候啊 真正叫他做 这支嘴啊 很厉害说啊 都不做啊 就是一个嘴啊 就很会脆脆念念念念念念 可是正在叫他做 什么都不想做 所以当然你就没有福报了 你看医生跟护士 寿命健康很长 我是讲好的医生跟护士 为什么 他念念都在救人嘛 所以他寿命本来就长啊 虽然他不一定来点 钥匙灯 可是他念念都在救人啊 当然啊 他寿命就很长 你看老师 好的老师 不疲不厌 小学老师 国中老师 大学老师 每天都在用心教学生 谁当老师的都很聪明啊 可是我们没有智慧 是因为我们没有去中那个阴啊 所以 你了解了货业苦 接下来请写下来 为了利他 我要愿意改变自己 法华经安乐行品 就是要从你自己去改你的身口意 这部经的大意 我全部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他的经文 请看 请翻开四十一页 四十一页 简单的说 也就是我们有业障 烦恼障跟暴障这三类 那有些是会现世暴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杀人 立刻新加坡警察就抓你了 你就现世暴就关到了监狱里 申报就是会等到下一生来生的时候 你才会有 接下来再翻过来 四十二页第二行 转后报 后报就可能呢 后世 后三世 后五世 或后十世 将来才会有结果 所以答案呢 你要转你的贪嗔痴的障碍 你若不调伏你自己的心 那是会很苦的 所以我常常说 假如你心中有正法 走遍三千大千世界啊 你都会觉得很自在 假如你心中没有佛法 你睡在地板上啊 你都会觉得地板太硬 你也不会知足也感恩的 所以答案是你心中要有佛法 好这个 报仗 业仗跟烦恼仗 我后面会说 好 我们要 所以佛法讲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对不对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有分 现生报 来生报 或后生报 最后有一个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请看 在第四十二页 四十二页 请看第九行 看 仁二 总明一切烦恼撞转 可以分四 这一段里面 我会简单地讲 华严经有十地 以及修持会做梦 请看科判 悟一 梦入实性相似位 对不起 鬼一 梦入实性相似位 鬼二 梦入初住 见到位 鬼三 梦入住行向地 修到位 鬼四 梦入妙觉 就近位 好 我有把它翻成英文 如果各位年轻人 你觉得这看不懂 你可以看后面 那这个呢 那建议各位 可以听上 桑爷经社的网站 我讲过 华严经 十地经论 菩萨道有十个阶位 其实大乡佛法 应该有六度 还有十地 一地二地 像观世音菩萨 有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有十个头 就是代表十地 那第二个 我也讲过 心 禅定 跟梦境的关系 你可以上网听 也就是说 在这段的后面经文 最后结束 我会讲到修行 跟梦有关 虽然梦是虚妄的 但是梦可以作为 判断你修行的一个标准 好 科判 我全部简单讲完 现在我们正式看 四十三页的经文 请看四十三页 法华经安乐行品 科判与多种版本 然后在讲之前 我要先讲一个 很重要的故事 可能有些人有听过 请看幻灯片 昨天我有放 那个普贤行愿品 给各位看过 还记得吗 对不对 那是台湾呢 奇谱行 这个一个唱片公司 所做的 非常的庄严 那一放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这张文书施利菩萨 这是北京法园寺的壁画 宋代以后的文书施利菩萨 雕得非常庄严 各位假如你有去过 五台山塔院寺 有一个文书施利菩萨 亲自的头发 写下来 五台山塔院寺 这个塔院寺 你要特别去发愿跟顶礼 你要去绕佛 至少绕七圈 绕得越多越好 有些人甚至在这个塔呢 绕一百零八圈 至少要绕七圈或二十一遍 我要讲的是平等心很难修 也就是说 我下午比喻 用这个沐浴 跟我的茶杯 跟我的灯 这三个去比 我问你茶杯是大还是小 答案是不大也是不小 你可以说它是中等 可是问题我们凡夫都永远生活在 大小大小 所以我们的心量非常的小 其实这样子讲的话 其实我们的心是真的很小的 那学佛 不管你学大乘经论 或是你这一次 第一次听法华经 或过去听过 或你听过我很多经 其中有一个 请你写下来 平等心很难修 你开始要学平等 这个很难很难 师父今年出家已经二十四年 或二十五年了 到年底我就二十五年了 我都还要修平等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刚开始出生的时候 爸爸妈妈教你是不平等的 儿子啊你看啊 他就问你 那个爸爸那个是谁 男生 这个是女生 这个比较高 那个比较矮 这个是大 这个是小 这个是好 这个是坏 你看爸爸妈妈从小都是这样教我们 小狗叫小猫跳 对不对 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世俗相对的知识 我们才能生存 就像你在新加坡买东西 对不对 人家问你说多少新币 九块五 那你十块给他 那你要会找钱呢 你对于数字 好坏 你应该分得清楚 假如你分不清楚 那可能有问题了 一个你是圣人 第二个你可能就是白痴 你可能要送到精神医院去看 你这个儿子怎么呢 好跟坏啊 都分不清 还有我们大家在休息的时候 自由活动的时候 大家会上洗手间 你一定会看是男厕所跟女厕所 你总不会看不清楚吧 那请问师傅是男重还是女重 男重嘛对不对 假如待会我走错了到女厕所 那信徒一定吓到了 师傅你怎么走错了 你为什么会说走错了 因为我们都会有男女的分别 好坏的分别 长短的分别 对 这个是我们轮回应该知道的知识 可是注意听 这个就是让我们轮回不会开悟的地方 你就是深深世世这样分别 这个喜欢 我这个不喜欢 这个是法师我喜欢 那个法师我不相应 这个法门我很喜欢 我那个法门很讨厌 你看你深深世世就是这样 所以你的心量很小 为了对峙你这个心 所以你要修平等心 转眼轻听 在五台山清凉山感应路里面 曾经说 在每一年七月十五的时候 有一个叫无遮大会 也就是当出家人 从农历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 三个月结下安居以后 最后会有一个栽生大会 叫无遮大会 若有人发愿供养五台山 五个台 全部的出家人 有供养一千位出家的话 文殊师利菩萨会亲自来应供 但是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 他不会说文殊师利菩萨呢 当然他是骑青色的狮子 然后有智慧的宝剑 他就会说 还有来了 金光强强强 我天光天光来了 不 他来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的 他会化现 化现 让众生最看不起 你最讨厌的身份来 他来测什么 测你的平等心 所以在二十五年前 我学佛第一次看到 五台山清凉山感应路的时候 我很震撼的流眼泪的 就是我下面要讲的故事 有一年 好 这无遮大会来 那塔院士的方丈住持 他做住持吗 现在法会来 很多人来了 觉得开始啊 中午要过堂啊 他亲自呢 就发一个人一碗饭 还有水果 就广修供养 而且在家住家都可以领一份饭菜 然后呢 有一个老太太 就呢 带着一个娃娃 牵着一条狗 他呢 还怀孕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排队啊 因为人非常多 他就很有耐心 排了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然后因为人很多 就到了这个方丈门口 方丈门口就说 你几位啊 他说师父我一位 还有一个娃娃 还有一只狗 所以要三份 他说狗不算啊 他就问了一句话 狗没有佛性吗 哎呦 那和尚讲 对对 一二三 好好好 那给你三份 三份就打给他 因为人很多嘛 后面就跟着排班啊 上来 结果呢 过了半个小时 他又来了 师父啊 你忘了一份 我肚子的娃娃 没吃饭 我还要一份 他这时候非常生气 就把他骂了一顿 就赶他走 结果啊 这个妇女就说 你呀 没有平等心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当时很忙啊 那个和尚 也没有会议过来 没有会议过来呢 以后呢 结果呢 当全部的呢 饭菜都打好 不是要开始供养吗 维诺就拿引擎啊 敲 就这样唱 供养佛的法包花生生 然后很多菩萨 结果这时候啊 这个老太太腾空一片 文殊师利菩萨出现了 哇 他住持呢 一看 完了 原来我刚才骂的那个老太太 就是文殊菩萨 他这时候就跪下来啊 忏悔 文殊菩萨你饶了我 弟子啊 有眼无珠啊 不是泰山 他每天都要拜文殊菩萨 想见文殊菩萨 结果今天文殊菩萨来了 就骂了他一顿 结果文殊菩萨就在虚空中里面 讲了一个祭送给他听 这是很有名的 他说啊 你呀 没有平等心啊 他说了一首 请看幻灯片 苦瓜连根苦 甜瓜连根甜 我本超三界 却被阿僧钱 他说 种苦瓜 苦因就得苦果 苦瓜本来就很苦嘛 因为种子就苦 甜瓜呢 是因为他的种子 本来就是甜嘛 对不对 我文殊菩萨 本来是超越三千大千世界 欲界色界 无色界的三界 我是一切诸佛的老师啊 结果呢 没有现到 却被阿僧钱 我今天却被你这个糟老头啊 骂了一顿啊 可见呢 他说你呀 没有平等心 所以修持平等心 很不容易 这时候呢 老和尚呢 就跟他忏悔 老和尚忏悔啊 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 哎呀 文殊菩萨现前 就开始对虚空顶礼 但是呢 文殊菩萨也接受他的忏悔 就故意把一个头发 拔下来 然后一丢 就丢在那个方丈的面前 他说你好好去忏悔吧 将来有缘再见 后来这个方丈 就把文殊菩萨 亲自的头发保留起来 就建了这个所谓的 文殊菩萨法的设立塔 这是在五胎山 非常有名的故事 再来讲另外一个故事 平等心 现在师父想讲 也是文殊菩萨的画线 五胎山有很多很多这样子 奇奇怪怪的故事 听起来很神奇啊 可是你要知道 他待会要修什么 我待会会讲 平等心很难修 因为我们人 凡夫都会分别 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一个法会里面 看到庄严的师父 师父您好 您好 你就召带他请坐 大法会的时候 龙蛇混杂嘛 凡胜同居 各种人都来啊 对不对 看到这个师父凑凑 不要理他 小心 下次搞不好 观世音菩萨亲自来的 尤其各位做义工啊 要平等心 我也是这样教 商业精神的学生 说我要是观世音菩萨的话 我一定变一个呢 人家瞧不起 又臭臭的 掰咖的 还流口水的 我看看你怎么反应啊 我要是观世音菩萨的话 我也会来这样考你 看看新弘法师 所教出来的学生 念普贤行愿品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师子 我已清净身与 亦一切片里尽无余 看看你修你的 礼尽诸佛如何啊 佛菩萨来的时候 不一定都是 金光强强棍的 因为佛菩萨 他可以神通变化 他是可以折服你的心 好 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在五台山 清凉山感应录里面 也是考验一个出家人 大显通寺的住持 他修持得非常好 他对很多东西都平等 比如说传统上 在佛门里面吃饭 过堂 每一个人 一个橘子 大家都是一个橘子 所以住持和尚 事实上 应该跟大家吃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也会叮咛 我的学生说 不要对师父很好 师父吃得很好 可是大家就吃得很差 这样子是不可以的 严格说 以戒律来讲 所以当我吃饭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出来看看 大家有没有吃得好啊 对不对 虽然你可能对老师 公敬一点 可是严格说在戒律里面 为什么叫过堂 过堂就是呢 模拟的平等心 大家都要一样 不管好吃的 不好吃的 你都应该接受 好 有一天 在大显通寺的住持 初一还是十五吧 有一个老太太 带了三个很大很大的水梨啊 来供方丈和尚 她要供呢 大显通寺里面呢 全部的三百位到五百位的出家众 这时候呢 这个老太太就到了门口 她说师父啊 对不起 请问你们方丈和尚在不在 她说 师主你有什么事吗 她说 我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没有福报 我想要供养方丈和尚 结果她看她 因为她穿得破破的 旧旧的 身上也臭臭的 然后头发也没洗 可能上面有很多狮子吧 跳蚤之类的这样子 她就看她 没空没空 对不起 和尚今天很忙 她说不行 我一定要见和尚 我怎么等都可以 你可以帮我禀告一下吗 她讲了三次 她就坐在会客室不得 那后来呢 小和尚看了没办法 就呢 就去跟师父说 师父啊 今天有一个居士 他要见你 虽然初一啊 或是十五啊 我知道今天法会很多 要上过 可是她就是要坚持见你 你要见她嘛 那这位住持呢 就想啊 既然众生要见我 我应该见啊 她的修行很好 她说好 请她等一下 半个小时吧 我待会事情忙完了 我就来见她 见完了以后 这个和尚就到会客室 去见她 他说师主 你有什么事吗 她就跪下来啊 文书菩萨跪下来 拿着三个大的水梨 说师父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要供养你们出家人好吗 她说很好 请问你要供养几个呢 她说三个 那她和尚就摸个头 可是我们寺庙有三百位 到五百位的出家人呢 那你怎么分 她说师父那你就看着办吧 哦 这考她 请问假如现在人家供养你 你怎么办 后来呢 这个和尚住持 她修饰也很好 她看到这位老太太 觉得她的眼神也不是普通人 她就突然就说 好好好 我接受你真诚的供养 但是我待会处理好吗 然后她就问她 师主你赶着要走吗 她说没有啊 她说待会我们就要上供啊 要供佛 要补佛 那今天是初一十五呢 你就留在这寺庙 我们一起用饭好吗 她说师父 你很慈悲啦 我心领了 好 我留下来啊 结果她就请一个适者去处理 处理完以后她就继续忙啊 忙了以后呢 等到供完佛 上供以后 大家坐在斋堂的时候啊 那个老太太就坐在最后面 就看看啊 这个住持怎么做 好 现在我考你 假如人家考三个大水 离供养你 身中有三百个到五百个 你怎么啊 一人咬一口也不够啊 是不是 她非常有智慧 不是切 把它压成果汁 磨碎 变成了果汁 然后我们行堂的时候 不是有倒水吗 对不对 大家知道 大臣吃完饭以后 都会用水 对不对 用干净的水啊 然后洗自己的碗嘛 对不对 她就呢 三百个到五百个 每个人碗里面呢 通通都有离子的汁啊 这时候呢 当她供养的吃完饭的时候 文殊菩萨就一腾空了 她说 不错 你真正有平等心啊 就放光照着她 那住者一看 哎呀 原来那个太太 是大智文殊菩萨来的 当场呢 就给她鼎礼 她说 你好好修 将来你十字 十字啊 就是说 预知十字的时候 生命结束的 我跟普贤菩萨 会亲自来接引你的 所以讲了这两个故事 想告诉各位 平等心真的很难修 因为我们都好的东西 我们都是选择性的 对我们有缘的 我们对它比较好 对我们没有缘的 我们就假装不理它 其实各位联友 我们不是没有慈悲 我们是选择性的慈悲 我们的心量很小 可是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因为把你好跟坏的 这个分别心磨掉了以后 你心平等了 你看镜子 镜子是平的话 它一反射的时候 它的光可以照 三千大千世界的 所以各位佛友也是这样 不管下次每个道场 做义工 对所有的来的联友 不论在家出家 有钱没钱 穿得庄严跟不庄严 你都要平等心招待人 小心 哪一天文殊菩萨 跟观世音菩萨 搞不好就会来 梅塔 来考验你了 你不要认为不可能 我要是文殊菩萨的话 我也会来走走的 这是在讲 生安乐 口安乐 义安乐之前 我要先讲的 好 接下来再看经文 第四十三页 米勒菩萨 焦脚菩萨 我们讲是十地菩萨 对不对 好 请看经文四十三页 四十三页这个多种对教宝 也是师父跟商业经社的法务组 共同编辑的 希望对未来的众生 能够多一些贡献 好 先看一下经文第四十三页 第七行 经文排列的顺序是 先会依刘舌大师的 妙法灵华经的原文 接下来 第一个的翻译是 Level Hobart 第二个翻译是 Burton Watson 然后就这样子 希望你能够了解 好 现在请看 法华经 安乐行品 请看幻灯片 接下来看四十三页 底下 安乐行品 刚才翻译叫 Comfortable Conduct 或是Peaceful Practice 请看幻灯片 我有一些补充资料 现在讲 法华经 安乐行品 安有很多意思 第一个 心安 第二个 安住 第三个 安忍 这不在讲义上 要你自己操 给你一点操 你才不会打瞌睡 从教学来的角度来讲 通通帮你准备好了 你不一定会珍惜的 第一个 安 心安 我们讲心安而理得 道理明了了 你就心安嘛 我们刚讲 祸夜苦 祸夜苦 你不会因为别人乱乱讲 然后你就很苦 有些人 尤其是当你发生 不如意的事的时候 比如说家里不小心突然爸爸又中风了 妈妈发生车祸了 弟弟没有工作了 你就会讲 哎呀 我家里是不是风水有问题 或者呢 我家里是不是什么地方冲到了 或许呢 是不是我没有拜祖先呢 或者呢 我又呢 是不是得罪了 大白公啊 你们新加坡都这样乱乱想的 打你 你心不安 为什么 因为道理你并不明了 所以听闻佛法的最大的目的 就是解除你心中的疑惑 你心安才会理得 理得了心会更安 这是第一层 第二个这个安是指安住 Stable 安住于正法当中 我刚刚讲祸夜苦 我们凡夫 虽然我们说是佛弟子 可是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还是会去想 问问神通啊 三世因果啊 看看呢 这个所谓的 有通灵的啊 对不对 其实严格说这样是不好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代表你对佛法三宝啊 是没有信心的 但是我也知道 naturally 自然而说 你有很多疑惑 所以我才建议你去拜观世音菩萨 拜地藏王菩萨 念观音跟地藏的圣号 念普门品或地藏经 或念普贤行愿品 你可以求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让你看到过去 现在与未来 你的心就会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念头就像 上游流到中游的 河流 中游的河游 会流到下游的大海 我们的念头就像 河流一般 我们啊 广论里面讲 心相续 心刹那刹那之间呢 就像河流的河水一样 所以要让你心安住在法上 你才会安 第三个 安忍 这里的忍 不单是忍耐 是指心安住在禅定当中 如如不动 大家都听过 苏东坡跟苏小妹的故事吧 喊佛应禅师 八风吹不动 一辟打过江 对不对 我在这边就不重复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心要安住在禅定里 心不受外境影响 这叫如如不动 各位也都喜欢读金刚经 你要想心 你 人家讲你一句 你就发脾气的话 那表示你的心还是动了 对不对 第四个 就是在安当中 要升起智慧 也就是在禅定当中 心安住于般若波罗蜜 佛法空性的智慧 这样子 你才会自在没有障碍的 这是安的第一个解释 安乐行品的安 接下来看乐 乐一般呢 我们只会讲 happiness 或joyfulness 或satisfaction 很满足 或满意 可是这里的乐 有几种意思 有四层 第一个 这里的乐 不是世间物质的快乐 或肉欲感官刺激的快乐 第一个是讲法乐 法乐不同于世间的五欲六层的快乐 欲乐包含财色明实碎 请问我先调查一下 在座的人喜欢吃冰淇淋的请举手 师傅也蛮喜欢吃的 我诚实 喜欢冰淇淋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一下 喜欢榴莲的请举手 哎呀 更多人了 你看 好 可是呢 喜欢臭豆腐的请举手 也不错 你看后面有两个举很高 好 注意听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 有一些东西你会很快乐 有客人会觉得吃榴莲丢脸 可是有些人榴莲就很臭啊 对不对 臭豆腐 台湾豆腐有蒸的 有炸的 有煮的 对不对 传统上的豆腐啊 真的是用马尿烟的 阿摩尼亚 可是现代因为呢 现代呢 化学了 所以它用其他的方式处理 所以现代的豆腐呢 还就没有像以前这样子清香 好 我要讲什么 你刚开始吃榴莲了 你觉得很好吃 我也听过 我也尝试过 师傅可以吃榴莲 注意听啊 不是叫你明天买榴莲给我听 现在我奖金不可以吃榴莲 会流鼻血的 那大家也知道 马来西亚 对不对 印度尼西亚 有不同榴莲 泰国有不同榴莲 最好的榴莲是什么呢 我好像在卖榴莲的 就是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对不对 自然掉下来 而且吃下来是干干当中 有一点点苦 苦当中有一点甜 那才是好榴莲 可是我们台湾 因为本身没有产榴莲 所以大部分说 泰国的叫金枕头榴莲 其实那都是冷冻又海韵的 很甜 其实不是很好吃 所以各位 你看榴莲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等级 对不对 那假如现在今天叫你吃榴莲 下一餐又叫你吃榴莲 第三餐又叫你吃榴莲 第四餐你可能就不会想吃了 第五餐呢 你就说我可不可以留到明天再吃 今天你喜欢给你吃冰淇淋 一碗冰淇淋很好 两碗冰淇淋很好 三碗冰淇淋啊 哎呀就有点痛了 四碗冰淇淋啊 哎呀糟糕 牙根就开始发麻了 五碗冰淇淋 你看看到就吐了 所以可见啊 世间的东西啊 它是会变的 五欲六成的快乐就像这样 了解吗 再看幻灯片 狮子跟老虎 肚子饿的时候 它会猎物 咬羚羊 或养豹 可是说你有没有看过 动物园的狮子跟老虎 真正吃饱了 羚羊在它面前走啊 它是如如不动的 因为它已经吃饱了 它满足了 对呀 公狮子跟母老虎吃饱的时候 动物在它面前走的时候 它是不会动心的 换句话说 我们为什么会追求 五欲六成的快乐呢 答案第一个 它会变 第二个 它新鲜 第三个 你觉得永远没有满足 所以佛陀比喻说 五欲的快乐 就像蜂蜜一般 真的很快乐 可是这个快乐的蜂蜜 涂在刀子上 各位你知道吗 刀子 你的那个菜刀啊 刀子上 一个小朋友 小儿 比喻 跑过来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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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舔刀子上的蜂蜜 结果他舔到了吗 他舔到了 舔到了 但舌头也割破了 这是佛陀比喻的 那这个五欲呢 就像蜂蜜一般 那小孩子呢 就是讲 云云可怜 明哲的云云众生 就像小孩 刀子是代表什么 代表割到你的 法生会命 所以五欲 是真的很快乐 师兄先不要切掉 好不好 因为他们在操 谢谢 五欲是真的很快乐 但是你会付出代价的 就算你现在 年轻的时候 到全世界吃喝玩乐 回来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啊 而且在吃喝玩乐的 过程当中 你也遭了杀盗淫忘酒啊 得很多恶业 最后你可能晚年 都无法忏悔啊 甚至有些会得了Cancer啊 对不对 所以 第一个法乐是指 法乐没有副作用 世间的五欲快乐 是有副作用的 比方说年轻人 很喜欢去Night Club 跳Disco 跳一天 两天三天 跳到第三天 腰就闪到了吗 他快乐 当然快乐 不会快乐的话 不快乐的话 他就不会每天都去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 到第三天或第五天呢 身体到了极限的时候 他可能就腰扭到了 或者脚就扭到了 所以可见世间的快乐 是有副作用的 而且 他是会变的 可是这里讲的法乐啊 是宁静的 没有副作用的 而且是永恒的 第二个 出世间的快乐 不同于世间的快乐 世间什么快乐呢 答案是吃喝玩乐嘛 对不对 世间啊 到全世界去旅行啊 对不对 去享受美食啊 我也在看到 新加坡也接受台湾啊 欢迎到台湾 吃东西买东西 吃东西买东西 对不对 什么都吃吧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通通住你的肚子的 吃到最后呢 你就得胃肠炎啦 拉肚子啦 对不对 世间的快乐 就是吃喝玩乐 出世间的快乐是什么 是指帮助别人 行菩萨道 这是很快乐的 所以有很多 全世界很多的精神导师 都会告诉你 帮助别人 是最快乐的 幸福的泉源 为什么 因为你帮助别人 你会自己得到 快乐的能量 第三个 菩萨的法乐 不同于二成人的法乐 二成人的法乐 是指身文跟原觉 身文跟原觉 然后呢 他是 就是有缘的众生才度 像阿罗汉 所以你看罗汉 每个都是长得奇奇怪怪的 罗汉是圣人 但他过去的习气 长得都是脸奇奇怪怪的 菩萨就不一样 菩萨都是相好庄严 生生世世呢 修六度波罗蜜 忍入波罗蜜 所以菩萨呢 他是圆满的相貌 你看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弥勒 每一个菩萨 都是非常圆满的相貌 所以是菩萨的法乐 而且菩萨了悟空性 生生世世广度众生 却不执着众生 最后讲成佛的大乐 他是就近圆满 而清净的法乐 这个才是法华经里面 我们要讲的修行方法 的快乐 安乐 行品 最后再讲行 有好几个意思 请自己抄 一 行动 实践 第二个 你要好好修行啊 修行是指practice 中国字这个行 有时候也念恨 比方说我们念大恨 普贤王菩萨 这是指实践的意思 engagement或action 当动词 所以有时候念大恨 普贤王菩萨 有时候念普贤行愿 微神力 有时候你先念 普贤恨愿微神力 这是念恨 实践的意思 当动词 有些行呢 看前后的经文 它可以念动词 也可以当名词 第三个 行还有是讲 转化的意思 transformation 我们要把我们的 贪嗔痴给转化 这个是转化 transformation 可是转化 有时候你会发觉 有时候转有用 有时候转不一定有用 接下来第四个 叫进化 pulification 所以要你 忏除业障 就像六祖 慧能大师 跟五祖神秀大师 在中国最有名的 两首剂子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头发 都喜欢讲得很高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啊 我这次去德国 红把的时候 也有一个联友跟我讲 师父 烦恼记菩提呀 我说 真的吗 别讲这么高了 我打你一巴掌 你会谢谢我吗 他说不会 打你一巴掌 真的很痛 所以各位请写下来 三个 第一个阶段 烦恼就是烦恼 烦恼不是菩提 菩提跟烦恼两个是不一样的 烦恼是负面的能量 菩提心是正面的能量 第二个阶段叫 转烦恼为菩提 就是这里讲 transformation 第三个 烦恼记菩提 那是第四个 pulification 这样听懂吗 举一个例子 刀子 对不起 比如说师父现在手上的 这个沐浴棒 假如它是一把刀子 刀子本身没有好跟坏 你知道吗 在医院里 emergency department 看到人家得到癌症 或是肌肉已经烂掉 骨头快 断掉 它要狠下来 赶快就切下去 再不切了 癌细胞蔓延的时候 这个人命就救不回来 你看刀子 在医院里面 也可以救一个人 第二个 在家各位家庭主妇 你要煮饭的时候 拿菜刀 也要切菜 不小心了 你本来要煮蔬菜 切一切 割到血 就变昏菜了 第三个 在路上的不良少年 跟人家吵架 我卖毒品 我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他看不高兴 拿一个刀子 小刀子就捅你一把了 所以你看 刀子本身 没有好跟坏 要看用的人的心 刀子可以救人 刀子也可以伤害人 在医院里 刀子可以救人 可是呢 不良少年呢 刀子会伤害人 可是家庭主妇啊 刀子可以却煮很多的饭菜 做很多的食物 尤其在义卖会 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 现在答案来 看 把刀子融化以后啊 刀子就变成一块铁 铁可以做小狗 可以小猫 也可以做耳环 也可以做钻戒 也可以做奇奇怪怪的东西 也可以做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这个铁融化 你也可以做一尊 观世音菩萨的项链 戴在你的脖子前啊 这样听懂吗 所以铁本身是没有好坏 当它融化的时候 是没有固定的形象的 叫空性的 空性当中 假如你做一尊观世音菩萨 那这个铁就会升起功德 因为你戴观世音菩萨 我看过很多莲友啊 都很喜欢戴一尊观世音菩萨 你确定戴真的有保佑吗 那没戴的人呢 那像师父没有戴观世音菩萨 难道就没有保佑吗 当然戴观世音菩萨是很殊胜 还要看欲的 对不对 还要更好材质 但是啊 真正看戴观世音菩萨 你心里要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按照观世音菩萨的第五个 六度万恨去做 就是六度万行去做 观世音菩萨才会保佑你的 对不对 你也可能戴一个十字架 你也可以戴一个骷髅头 新加坡跟台湾的年轻人 都喜欢最喜欢戴一个骷髅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这么喜欢骷髅头吗 对不对 你也可以戴耳环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刀子融化以后 它本身是空性的 好 那今天我还要教各位 所谓的广大发愿送 安乐行品的行 经文三个字我讲完了 安乐行 这三个字讲完了 再复习一下 乐是指成佛 就近清俊圆满的法乐 安是指有心安 有安住 有安慧 以及安忍 好 接下来 师父想带各位发愿 好 请翻开第十三页 录影请继续录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广大发愿送 这是伟大的龙树菩萨而造的 以前你们没有听过 请专心听 我会讲简单的讲解 待会我会对你一起发愿 龙树菩萨 传说他是文殊 尸利菩萨在来的 那在佛灭度以后 大概五百年到七百年 在古印度出现了龙树菩萨 然后呢 他到了龙宫 读了大方广佛华严经 然后呢 他也通达般若经 龙树菩萨也成为 中国八宗的共同主师 中国从魏晋南北朝 一直到唐朝 形成八个宗派 八个宗派的共同的主师 都推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传说是 文殊施利菩萨的化身 他造了一个广大发愿送 请看第十三页 我有编号 也打上了汉语拼音 各位老菩萨 我还特别用了简体字 哎呀 要谢谢新加坡的佛友 帮我打的字 然后呢 这里面呢 他发了很多愿 请看第十四页 第十六行 第八宗 就开始发愿 希望我像所有佛菩萨一般 去看说第八宗 愿我身身俱身至 常如妙极祥菩萨 凡之我有框框的 就是菩萨的名号 妙极祥菩萨 就是文殊施利菩萨 也叫做妙极祥菩萨 悲心喜苦旧世间 愿如观自在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 师姐请不要讲话 你如果有问题 举手 你要专心听 好吧 不要急 第九颂 贤善爱掩饮众生 愿于普贤尊无益 普贤尊是普贤菩萨 再来看第十五页 第二行 慈意善观诸情品 愿我尝如慈世尊 慈世尊就是弥勒菩萨 接下来从第十颂 就从布施慈戒 忍入精进禅定般若 就有很多很多的菩萨 我先念一遍 让你知道 布施愿如虚空酷 有一个叫虚空酷菩萨 慈戒愿如神通会 忍入精进恶度门 愿我惜如常精进 常精进哪里读过呢 阿弥陀经常精进菩萨 有没有 十一颂 定力能射诸散乱 愿我得如金刚手 金刚手就是 大势至菩萨的 另外一个名号 藏传佛教叫 金刚手菩萨 大势至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 大势至菩萨 善说十地诸法门 说至愿如金刚藏 在华严经十地法门里面 有一位齐请站起来 问释迦牟尼佛 叫金刚藏菩萨 接下来十二颂 与佛世尊善请问 愿我得如除盖障 除盖障 就是除弃你所有的障碍 就像盖子一样 盖住你的心 身心智慧聚坚固 愿我常如坚固会 就是坚固会菩萨 十三颂 神通无碍 善方便 愿我得如 无构称 无构称菩萨 善护众生 诸善根 情勇愿如 常勇猛 有一个菩萨 叫做常勇猛菩萨 太多菩萨了 接下来 请看十六个 还有无尽 第十四颂 无尽义菩萨 还有 法花经义的 妙音菩萨 妙音尊 有没有看到 第十五颂 愿我生生逝世 生生如散财 就是散财童子 五十三参的散财童子 最后还有 虚空葬菩萨 请看第十六 做一个记号 地能掌养诸世间 普立愿如 地藏尊 这里就是地藏菩萨 习楚贫苦力众生 愿于 宝藏神无益 宝藏神菩萨 接下来 第十七颂 语出无尽妙法宝 愿我得如 谭无节 谭无节是 小品般若经 第二十九跟二十八里面 叫谭无节菩萨 他善说 般若波罗蜜的法门 接下来 智慧兼力 富长情 愿与 常提尊无益 常提菩萨 也是般若波罗蜜会上的 最后 很多很多的 第十八颂 此等罪上诸佛子 罪圣功德 俱无边 名称广大 父无尽 愿我名称 亦如是 意思说 以上所有的佛菩萨 他的大愿 他发的愿 也是我的大愿 最后第十九颂 我此赞佛功德聚 最上圣善极广大 普愿世间诸有情 诸彼最胜功德聚 因为各位没有念过 所以慢慢来 两句一个段落 我带你念一遍 你跟着念一遍 这样子的话 他刚开始发的呢 就像华言经一样 对不起师傅 这边灯光比较暗 所以我会慢慢念 简体字我看得懂 但是有几个字我也不太熟 没关系 然后你看不懂的人呢 你可以看下面汉语拼音 因为有点长 所以第一诵请合掌 第二诵你就可以放掌 先看幻灯片 本师释迦摩尼佛 这是广大发愿诵 龙树菩萨把所有的经论 所有的大菩萨的总大愿 总和写了一个广大发愿诵 在大政杖第三十三册编号 一千六百七十六 广大发愿诵里面呢 其中有一段文就这样 我想这一次想教各位 所以会耽误一点点时间 然后发完愿以后 今天奖金就圆满 也同样建议你可以在初一十五 或六灾日 或是十灾日 或是佛的圣地的地方 你可以发这个愿文会非常好 请合掌 两句一个段落 我念一遍 你才念一遍 所有一切众生类 过未现在是无尽 一起念 而诸佛刹广无边 比无边差尘充满 又一一尘为一叉 广大佛刹如成等 又一一尘为一叉 广大佛刹如成等 一一叉中正觉尊 如成无量我普理 请放掌 比尘被据诸佛刹 刹中佛佛我称赞 比尘被据诸佛刹 我常供养以一心 精如陈树广大节 顶礼 顶礼诸佛及法众 我于三宝常归命 顶礼诸佛及法众 我于三宝常归命 若我依其一切罪 若我依起一切罪 我经普尽而忏悔 若我依其一切罪 若我未生一切罪 我一切时常远离 所有一切圣福事 所有一切圣福事 我于一切常随喜 此福回向于有情 即佛无上菩提果 如佛正法中所说 愿力坚固负真实 我常供养诸世尊 愿我最后得成佛 愿我深深聚身至 常如妙极祥菩萨 愿我深深与深知 常如妙极祥菩萨 悲心喜苦旧世间 愿如观自在菩萨 愿善爱掩世众生 愿于普贤尊无益 此意善观诸情品 愿我常如慈世尊 不失愿如虚空库 持戒愿如神通慧 不失愿如虚空库 持戒愿如神通慧 忍入精进二度门 愿我息如常精进 定力能设诸散乱 愿我得如金刚手 善说实地诸散乱 善说实地诸法门 说致愿如金刚藏 善说实地诸法门 说致愿如金刚藏 身心智能 身心智慧具坚固 愿我常如坚固会 身心智慧具坚固 愿我常如坚固会 神通无爱善方便 愿我得如无构称 神通无爱善方便 愿我得如无构称 善父众生诸善根 请勇愿如常勇猛 善说菠萝密等法 愿我得如无尽称 善说菠萝密等法 愿我得如无尽称 聚主无量妙音声 愿与妙音尊无益 敬善知识心无谢 愿我深深如善财 敬善知识心无谢 愿我深深如善财 虚空无欲法能宣 愿我得如虚空葬 敬善知识心无谢 愿我得如虚空葬 地能掌养诸世间 普利愿如地藏尊 习除贫苦力众生 愿与宝藏神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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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出无尽妙法宝 愿我得如谈无节 智慧坚立复常情 愿与常提尊无益 智慧坚立复常情 愿与常提尊无益 此等最上诸佛子 最胜功德聚无边 最胜功德聚无边 名称广大富无尽 愿我名称亦如是 我此赞佛功德聚 我此赞佛功德聚 最上圣善极广大 我此赞佛功德聚 最上圣善极广大 凡事都有第一次 大家念得好 一起念第十七页下面的回向文 我此普贤书圣行 一起念 我此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擦 阿弥陀佛 好 录影就录到这里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